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00年 义和团那一年 这40年 中国发生了811宗教案 所以平均就是每10天一个 其中在1870年这一个大教案就是天津教案 发生什么事呢 就谣传有外国的全教士 尤其是法国 拐带了这个孩子 抛眼瓦心 然后就扔在这个教堂前面 所以民众就去攻击这个教堂 杀了全教士 还杀了拔枪的外国公使 当时的职业总统是曾国藩 曾国藩呢 慈禧呢 其实呢 他是很老辣的人 他是给了这个案子 给了这个曾国藩去处理 处理 处理的不好 外国人去骂你 处理的好 民众会骂你 你必然不是汉奸 你就是你跟洋人过不去 两面不是人 也是因为这个曾国藩到这个太平天国以后 这个权力 这个威望跟这个权力太大 所以这个曾国藩也知道不妙 他是从这个直立总统治所的保定 去了做北洋大臣的治所 这个天津 一走路的时候写下了遗嘱 有这个 定了这个棺材 然后呢 就告诉儿子 他要去 要让他回到这个湖南的这个路线怎么走 已经安排 全的身后室已经安排好了 这大天津 曾国藩呢 他是个理学大师 他讲的是这个道德 是伦常 所以呢 他做的方法是一个成字 他真的去了解究竟发生什么事 然后他就发现事实是这样的 就是全教师想帮一些生了病的孩子 那当然因为大部分已经病得很重了嘛 所以死亡率也是很高 还有呢 就是因为全教师想给这个民众呢 有多一些这个原因去给他们孩子 就给了他一些仇报 仇报呢 当然我们中国人就变成什么东西呢 就很多孩子就被孤儿了 因为你给孩子 给全教师拿钱嘛 就是给孩子 然后孩子真的死了因为病嘛 病死了以后 然后就这个埋葬他们 全教师给钱给的这个可能村民 村民呢 就可能埋得他们比较浅 浅 浅所以野狗呢 就来了 就咬了他们的眼睛 或者是内脏 这样的东西 就是因为这个就变成这个天津的交换 报告出来以后 这个郑国范真的变成罕见 就是这个巨外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替这个洋人做事 他就没法干了 他就去了 就跟这个李鸿章对调 他到这个做两战总督 李鸿章就上来做这个直立总督 来做直立总督的时候 李鸿章就跟这个郑国范就谈 就谈这个事情 郑国范就问李鸿章 你对洋人你会用什么方法 李鸿章就用了这个 很有名的一句话 也是这个 他们安慧这个土话 就是我会跟他们打痞子枪 这是油滑的意思 所以他的方法怎么做呢 他是先拿这个20个 没关系的 但是也是 也是这个秋后立决的死仇 杀了他们前命 然后呢 这个因为洋人要他们贴这个告示 说这个不能打扰这个信徒 他这个信徒就也挂了 但是只挂在洋人看得到 但是民众看不到的地方 也基本上是平息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第一件 第二件呢 就是这个日本这个信台 日本要知道每一次日本统议 就一定要往外扩张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极度缺乏地方 还有资源 是1868年就是他们明智维信以后 他们就到这个 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琉球 琉球本来是 就是现在的冲城 其实琉球本来是我们中国的范畜国 他们去拿到这个冲城以后 其实这个冲城 对不起 这个琉球的这个 我也上去 前年也去了这个冲城 其实你看很多这个传统这个建筑 或者是他们吃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也是中国 就是台湾菜 所以他们这个琉球这个王子 其实在这个日本攻占了这个琉球的时候 其实站在这个 李鸿章的这个 这办公室外面几个小时 李鸿章其实就不想去惹这个日本人 所以就没理他 所以这个琉球就变成了日本 这是现在的冲城 当时呢 1871年的时候就有一波 71774年就一波这个琉球人 就飘到这个飘到这个台湾 这个生犯的把他 生犯就是 这些上帝人的 就是这个张惠妹 这个生犯这个 这个是上帝人 就把他们杀了 杀了以后这个日本就发烂 就跟这个总理衙门说 你们你们这台湾这个 生犯杀了我们日本人 总理衙门就说 我也不知道原来冲城是你们的人 空扯这是我们生犯杀的这个 我们想管也管不了 日本其实他们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人叫William John 去教他们怎么做的 就是这个以小博大 谋大 就是这个 好你不管我管 这个日本说 你们不管我们管 就派了这个3000名日军 就登陆了这个台湾 登陆台湾就发现原来 中国原来没有海防 就是打了这个 打完以后 这个鸦片战 打了30年以后 竟然海防还是那么糟糕 但是当时这个 李鸿杖就派了这个淮军 就跟这个台湾人打 台湾当时 这个对跟日本人讲 这个日本人其实这个 因为也是水土不服 就撤退 撤退的时候这个外交呢 这个要给钱给了日本 去这个撤兵 就给了他们50万两 所以当时这个英国的 这个外交官 就是那个巴夏里 就是第二次鸦片 被扶的那个 就说你这样 中国这样做 其实就是要等着 他们下一回来 是不是他们打你们 你给了他50万 就就 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呢 就是在整个 跟日本的都是被动的 74年会发生一次 84年发生一次 94年就是甲午发生一次 就是刚刚 我通常讲的 就算是这个94年 这个甲午打不成 04年也会发生 此角的事 此角的事 但是在这个 打这个日本侵台的同时 就有这个阿古白之乱 阿古白就是一个新疆人 他有这个俄国的撑腰 就搞这个 在新疆的北部 就设了一个韩国 这个大韩国 所以呢 当时就有一个赛防 跟海防之争 就是这个左宗棠 就主张 收复新疆 李鸿章说 不如怀柔这个阿古白 但是方前在建这个海军 因为北京离得近 跟海岸离得近 新疆远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 总统说 要是新疆没了 外国没了 其实北京也是 跟这个 跟这个 俄国很近 所以一定要打 所以两个人 吵得不得了 到最后呢 这个慈禧就是 两样都做 给钱 给李鸿章 也不算多 开始这个北洋水市 也给了一点 给了这个陈宝珍 在南洋 陈宝珍给了 他这份就给了 这个李鸿章 然后呢 这个 左宗棠呢 这也是 决心要打这个新疆 他的钱怎么来的 就是这个胡雪岩 胡雪岩就是 很出名 就是在这个 李树上人 红顶上人 他是这个 曾国藩去 计算每一个兵 要多少 每一天要多少粮 每一只马 一天要多少 这个草 就是加起来 就做这个 总算就八百万两 就是跟朝廷说 一千万 朝廷说没有 一千万 胡雪岩就去 做这个 就去 去帮他 大清基本上 跟这个银行 借不到钱 因为他们 这个信誉不好 不好 胡雪岩 反而胡雪岩 不错 所以胡雪岩呢 就用他的 这个 民生 跟这个 他的这个 那些财产 做担保 就借了钱 给了这个 左中堂打 左中堂呢 其实打这个 可以说是 气壮善盒 因为他是 带着他 这个 他的棺材 跟他旁边 都是要打死的话 就 人家就可以 让他 进入这个 这个 这个棺材 然后就 跟着这个 隐病 沃穴 跟着这个 其他 这个 士兵 地等的士兵 一起去 哀苦 然后就 最后就 收服了阿古白 打赢了阿古白 自杀 打赢了阿古白 还有这个 出兵 跟这个 沙俄 对峙 对峙 然后这个 沙俄 也要退兵 也算是 这个 我说这个 要是 一二亚 一二亚 是这个早餐 假午 八国 是午餐的话 这个是早茶 就是 早餐 吃不 俄国 其实也 吃不下 然后就 叫马加里案 马加里案 是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个 马加里是一个 英国的外教官 从这个 缅甸 藏入这个 云南 被这个 当地的 这个官员打死 打死英国 就逼这个 中国欠这个 宴台条约 就要赔钱 还有 要 要 要有 这个公使 到这个英国去 道歉 跟 常住 所以就 派了一个 一个 本来跟 郑国藩 一起在 这个 越路书院 读书的 一个 跟这个 李鸿章 同榜的 一个人 叫 郭松涛 去 郭松涛 是向 淮军 里面 那个 很厉害的 幕僚 他也是 第一个 跟这个 李鸿章 说 你不可以 仅仅去 学这个 外国的 用气 你要学 他们制度 你看 他们是 多厉害 所以就 把他 所以李鸿章 推荐他去 但他不想去 因为去 一说他要去的 整个湖南的 世线 就要把他 驱除 这个省籍 还要 烧他 这个宅子 因为他去 去 道歉 这是 汉奸 还有这些 湖南一些 士大夫 就写了一副 对联 就这样说 出乎其类 拔乎其翠 不容易 遥顺之事 未能是人 厌能是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竟然去讽刺他 所以他也不想去 但是他是 朝廷要他去 他还得去 还得去呢 他就 一路就到了 这个 Sewis Canal 就是当时 在这个北非 这个 埃及的那里 就看到很多 这个外国的 东西 还有呢 这个 这个 总理阳门 要他 这个 到这个 不同的地方 看到什么 外国的 什么东西 就写下来 就写了一本 叫 西史记程 记程 然后他到英国 到英国 他害怕呢 因为每一次英国这个大使来到我们中国这个礼仪呢 就搞到 要不要三跪狗扣呢 是不是 他以为了 这个英国 这个 这个女王会为难他 怎么去了这个 北京 Palace 见到女王 女王 鞠躬 拨拨手 就离开了 这个多文明啊 然后他就不停的写 写这个 外国 因为他其实见过这个爱迪生 也是第一个用这个电话 也 也去到很多次去了这个英国的这个议会 就写了东西在这个 那个十四记程 到了这个 回到中国 写了一个 又全国叫华然 所以看这个郭聪涛真的是汉见 写成外国人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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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总理阳门就 本来就印了很多次 给了这个不同的人 最后要全都烧毁 烧毁 要不就被 因为这个舆论压力太大 他在里面就学了很多东西 也看了很多东西 他在里面的 他在外国的声望也是很高 就是说在这个 他的 对他的评价 当然是在外国是东方最有教养的人 但是就跟这个刘美幼童一样 刘美幼童有一个陈南兵 这个郭松涛有一个刘细红 刘细红也是一个其他的对立的环顾派 派他去去监视这个郭松涛 就写了 揪了他三本 这个三大罪状 你看听听这三大罪状是什么罪状 第一 有一次郭松涛要去这个炮台 人家请了他 天气了 有一个外国人给他一个外套 穿外衣服 我们中国士大夫 林肯 这个冷死冻死 也不会穿你这个外国人的衣服 这是第一 第二 巴西的国王金厂 就在一个 普通这个外交的一个金厂 郭松涛 站起来 我们这个巴西这个小国 国家 你竟然站起来 就是不对 第三 也是真的最无理的 就是这个 他去这个巴克兰佩洛 去看这个 orchestra 去看音乐会 看这个音乐的弹章 也是一代罪状 所以这个刘细红跟这个郭松涛 就不停地打 最后这个 朝廷的两个都 召回来 召回来 其实当时这个 泰晤士报也写 就是 这个 郭松涛是个 多 看 看得多广阔的人 在这个时候 他的国人 看不到 有一天 或许 他的国人 会看得到的 所以他的评价 是很高 所以 然后这个 他自己 郭松涛回到中国 也是 也是在洋雾 就是跟李鸿章 但是基本上 他已经是 胜败名裂了 也就在这个 其实在这个 骂声里面 就死去 死之前 他写了一首诗 其实也是 跟他挺 觉得他对自己 比较 比较挺中肯的一个 写的 他是流传 百世千龄后 定是 世间 有此人 是 很遗憾 当然 你看他的悲剧 其实也是 我们中国 近代历史的悲剧 也不仅仅是 他个人 是 所以 这是郭松涛的故事 就是事业 狭窄 狭窄 就是利 是 是 所以到 然后这个 要讲就是 这个朝鲜 这个开化党 开化党呢 就是 这个不会讲 因为这个跟这个 甲午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讲一点点 就是 当时这个韩国 在这个 清末分成两派 本来这个韩国是我们 朝鲜是我们中国的 附属国 但是到这个 我们中国 不停的输的 打败以后呢 他们就觉得 今不应该 再任这个 这个没用的做大佬了 所以就 有一 有一拨人叫开化 就是要开化 要 要细化 得到 比如是 这个皇帝高宗的 这个王 也不皇帝 王的高宗 这个大 大院军 就是他爸爸 他 开化党是亲日的 亲日想 搞一个政变 在这个王宫 在这个王宫里面 搞政变呢 这个 有一个 吴强青的 一个年轻的军官 就摆平了 这个 摆平了 这个 这个政变 这个年轻的军官 你猜猜是谁 之后是赫赫有名的